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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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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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怀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武耕得人家 太详细了 如果真正能把这一部经明白了 通达了 我们对自己自然就会生起坚定的信心 发菩提心一向专业 不但能度自己也能够帮助 这一切造作物业的众生化解 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的经上这两段 这个年评的经文 上面一篇是三倍往生 主要跟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 而这一篇往生真音 是前一篇的补充说明 前面一篇讲果报 这一篇讲音形 我们修音就能够得果报 所以在修音里面 第一个 我们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做福 首先要把人做好 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叫我们把人做好 我们人做好了 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就可以化解了 社会秩序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 大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世界决定没有自然灾害 我们现在都常讲自然灾害 佛法不承认 没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怎么回事 是人心不善所感召的 人心要善良 这个世界不会有灾难 我们修净土的人 这么多年来 我们肯定 我们相信不怀疑 我们的地球 跟极乐世界 实际上来讲没有点一样 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 我们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特别是这两年来 灾难的频率不断上升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在今天里面看到了 极乐世界的居民 人人人都是上山之人 十山一道 他们百分之百的圆满 那回头再看看 我们地球上的居民 十山一道 我们完全没有做到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食物 上品的食物 这两个对比 一百八十度的 一百八十度的 不同 如果我们也能够做到 百分之百的 是什么 我相信 我们地球上 就是极乐世界 绝不会比 阿弥陀佛的 孤独逊色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是我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的感应 所以佛在此地 首先叫我们 把人臣 视线 修好 嫉妒 妒忌他人之 甚至又 害邪为己 前面我们 学到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段 没有学完 今天我们 从头念起 这个是 有意无意 造作的 罪业 很重 别人有好事 一般人看到 都生嫉妒心 而不知道 这种嫉妒的念头 嫉妒的行为 对别人伤害 并不大 别人受害 零多三分 自己受害 是七分 把自己的善心 破坏了 没有了 自己的功德 破坏了 将来 国报在哪里 国报在地狱 想到地狱苦 这个事情 怎么能做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真正叫 愚痴 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 明白人 绝不干这个事情 没有智慧 愚痴 迷惑 才干这个事情 这一段事情 佛在大小城 今天里面 说的太多了 时时刻刻 在提醒我们 普贤菩萨 摄大愿王里头 特别建立了意愿 叫随喜功德 对质 对质 嫉妒的 别人做好事 我们能够随喜 把他的好事功德 变成我的好事功德 这活乐不为之呢 为什么要嫉妒去破坏呢 破坏的罪业多大了 他这一段好事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层面越大 你的果报就越严重 如果他利益的时间越长 你在地狱里受苦的时间 也越长 那完全成正比例 这一桩好事 如果是能够立业 天下 国家 后世 那你要是 嫉妒障碍 破坏他 躲在地狱 那可能是 永远不能翻身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所以佛对于这种事情是常常说 如果你明白了 人家做这个好事 我们有能力 出钱 出力 去帮助他 随喜功德 他的功德 多大 我们得到的佛报 跟他一样大 如果我没有能力随喜 没有能力 也没有财富 帮不上忙 我生欢喜 我赞他 那一份随喜功德 也不可思议 论言经上讲的 那功德是跟他 还是圆满的 为什么 你的心圆满 大惩罚里头 愣心不愣死 有的时候发心 他没有力量 他发的心真远满 比那个随喜功德 出钱出力的 他的国报还超甚 这什么道理呢 比如这是一个富翁 他有一百亿的财富 他只拿个几万块钱 来随喜 太少了 你这个业分 你千万有的 你那个随喜的心 超过了他 所以佛报的时候 这个人超过了那些富翁 我们今天有些财主 超过他很多 这才能讲得通 才能讲得圆满 所以随喜功德 不可思议 尽心尽力 不要去留 佛告诉我们 这三桩事情 最要紧的 学佛 终极的目标 不管是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大臣小臣 贤教密教 宗门教下 总目标 都是 迎新 借新 为什么呢 自信里面的功德是圆满的 智慧圆满 德能圆满 向好圆满 样样样圆满 没有欠缺 自信里面只有吉祥 没有灾害 所以 尽心 是真的 大圆满 大吉祥 大自在 那么所有这些灾难 都是阿赖耶里面的事情 阿赖耶是妄想 不是真心 没有 没有 坚信的人 我们自信里面 圆满的 智慧 德想 不起作用 他有障碍 这个障碍 佛是一句话 把他说破了 《华言经》 出现平民的所说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但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句话说得很清楚 我们反复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这三种烦恼 妄想是无名烦恼 大臣精神说的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叫见思烦恼 这个东西 把我们的智慧 德能相好障碍住 我们的智慧的能相好 没有丢掉 只是障碍 脱不出来 所以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我们跟 释迦 平等 我们跟祝福如来 也是平等 我们跟阿弥陀佛 还是平等 没有丝毫差别 如果我们听了佛法 能够在一念之间 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方向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 凡夫成佛 你说要多少时间呢 一念之间 转过来 他就成佛 有没有转过来的呢 有 本司释迦牟尼佛 在三千年前 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他在菩提树下 表演给我们看 放下了 他就成佛了 在中国 唐朝时代 禅宗六族惠能大使 也表演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当年 他的 我们今天讲 程度 他是个知识分子 光学多文 用这个方式 做给我们看 而惠能大使呢 他给我们实现的 不一样 他不认识字 他没有念过书 虽然做了祖师 吴祖把法传给他 他一天一斤都没听过 在吴祖的道场 住了八个月 讲堂 没去过 禅堂也没去过 八个月 我想诸位都知道 他在哪里 吴祖人和尚 派他做苦工 在队房里面 充迷破柴 干这个工作 干了八个月 最后的这一天 吴祖传发给他 半夜三更 在方丈时里面 着急 给他讲 金刚经大义 他没有念过书 肯定没有经本 我估计时间 不超过两个小时 讲到硬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放下了 把妄想分别 指着统统放下 放下就称佛了 就坚信了 那坚信是什么样子呢 他向吴祖提出报告 说了二十个字 那就是坚信的样子 他说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用现在的话说 没有想到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我们大家的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有没有染污 没有 如果有染污 那就不叫真心了 没有染污 我们的染污 我们的染污 是阿赖也有染污 阿赖也障碍了自信 自信没有染污 何其自信 没有想到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第二句 本不生命 没有生命 那就告诉大家 没有生死 生死是假的 不是真的 生死 生 生有生死 你的自信 没有生死 没有生命 第三句说 本自居足 本自居足 这一句话就是 世尊在华言经上所说 一切众神 本来居足 如来的智慧的相 自信 清净心 万法居足 一样都不缺 为什么呢 他后面说到 第四句 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是自信 本定 你的心从来没动过 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忘心 真心 不懂 是自信 本定 后头一句 能生万法 如果你的心里 就有欠缺 你怎么能生万法 极乐世界 是自信 生的 这个万法里头 包括极乐世界 包括 华藏世界 也包括了 舍法界 一阵 庄严 佛过度 众生过度 通通通 能行 不信的时候 本自居住 你不能说他 无 信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有 说他有 说他无 不错了 那都是妄想 妄念 不了解 四十真相 真正把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你怎么说 都是对的 没搞清楚 怎么说 都是错的 为什么 是你的意识的 妄想里面 起作用 一妄 一切妄 救之后 这是真心 一真一切真 这个道理很深 但是 必须 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那我们这样的根性 实在讲 在六道轮回的时间 太久了 迷得太深 迷得太重了 祝福很不够了呀 怎么办呢 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了 对这个情形 很了解 很清楚 教给我们 夜门深复 常识寻修 你的烦恼 习气 逐渐逐渐地放下了 自性里面的 亡民 德下 慢慢就吐出来了 只要你的方向目标不改变 这些烦恼习气也知道 这些烦恼习气 一年比一年轻 一个月比一个月轻 这一生决定得多 恭喜你 你成就了 头一个 起初这个忌度 重要 这个心 一般人都有 是居身烦恼 从什么地方观察呢 你从那个小海 三四个月的小孩 两个小孩放在一起 当中放一个糖 你看他们两个都就强 强盗的 那个没强盗 他就生基督心 你就能看出这个表情 所以基督不是人教的 叫居身烦恼 深深事实都有 阿赖耶诗里头 有强烈的 这个习气 我们细心观察 你就知道了 这怎么办 这就要教我 要慢慢让他觉悟 这是错误的习气 不是好东西 应当把他放下 不教他不知道 那么教训 中国人最内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绝对不会输给印度 印度婆罗门的文化 我跟他们有接触 这些长老们告诉我 至少有一万三千年 释迦牟尼佛到今天三千年了 他在释迦牟尼出世之前 就一万年了 我们中国老一代的人 对于佛陀的纪念 都是用 中国 古时候所传的 释迦牟尼出生 在周昭王 二十四年 加淫 加淫 释迦牟尼佛说老虎的 他原籍呢 是周末王 五十三年 我们中国人算虚岁 师尊诸师八十年 奖金教学四十九年 他三十岁 实现称呼 就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 原籍 奖金教学 四十九年 没有干别的事情 教学的目的何在呢 帮助一切众生 历苦得路 你看 帮助众生 历苦得路 用的方法是教学 为什么 哭从哪里来的 哭从迷惑颠倒来的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 身罗万象 我们看错了 我们想错了 于是 我们说错了 我们做错了 特别是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 灾难这么频繁 我来的前两三天 有个同学 很难得 他把最近 三月四月五月 这三个月 全球发生的灾难 新闻的标题 不是内容标题 列出来给我看 将近两百七 怎么会这么多 而且都非常严重 这苦啊 那 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迷来的 根本的原因 就是迷惑 落从哪里来 落从觉悟来的 如果对这些事情 都明白了 什么原因 有时有这个灾难 你明白了 我不造这个因 就不有这个灾难了 夜因果报 丝毫不爽啊 那佛告诉我们 在《论运经》上说 水灾 是从贪烂来的 我们的贪心太重 赶得来就水灾 海水上升 啊 冰川融化 贪烂感到水灾 成会感到是火灾 火山爆发 地球温度上升 脾气发得太大了 沉怒啊 是火灾啊 日赤是风灾啊 一个月当中 有几百次的龙卷风 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造成严重的灾难 暴漫 是地震 还有个怀疑 贪嗔痴漫 贪嗔痴漫 古来祖师大德讲得多 这个疑好像讲得很少 我现在发现了 疑的灾难 比前面四个还要严重 疑是什么呢 不相信啊 现在这个疑可不得了 为什么呢 太不变了 第一个意思是不相信自己 你今天就问问几个人相信自己 这个问题真严重了 不相信自己 不相信父母 不相信老师 不相信伦理道德 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佛菩萨 也不相信有天神 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疑的灾难是什么呢 疑的灾难是大地松散了 你看你念地藏经 艰牢地深 那地本来是坚固的 艰牢的 现在这个地松了 松散了 山很容易崩溃 大地很容易陷下去 这个原因是 疑惑的 所感的 对我们身体来讲 我们身体是小宇宙啊 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啊 大宇宙跟小宇宙没两样 这个怀疑啊 对待我们自己 是把免疫系统完全破坏了 所以外面来的这些病菌呢 很容易感染 如果信心非常坚定的人 他的免疫力很强 这个病菌对他的手不能伤害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真正在自己内心里的建立 我们不贪 不沉 不痴 不傲慢 不怀疑 这个灾难 自然就化解了 现在有少数的科学家 对佛法里头 这个讲法了 他们 肯定 他们认为很有道理 这是什么原因 今天整个世界 崇尚于物理 现在物理解决不了问题了 宗教跟佛法呢 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呢 他着重在心里 这被现代量子理学家发现 心里能够改变物理 东京 江本胜博士 给我也是老朋友 他做的水试验 证明了谁是矿物 谁能看 能听 能懂的人的意思 我们以善心对待他 你看那个接近都美 我们握念对待他 那个反应就很丑陋 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我们人齐心动念 山和大地 一切万物通通之道 我们念头善 他对我们的报 也善 我们念头不善 他的回应也不善 道理在此地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应付这个灾难 就明白了 我们信心就建立了 一定要 断物修善 断物修善 讲的最圆满 最究竟 最透彻的 是佛经 华言经 讲的非常详细 分量太大 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 像我这种讲法的时候 讲一遍 要两万个小时 我们才讲四千个小时 五分之一了 无量寿经 是中本化言 等于说是消化言经 消化言经 讲一遍 大概是一千两百个小时 到一千四百个小时 可以讲完 我们现在一天四个小时 希望在两年当中 这部经讲完 对于我们的修许 会有帮助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 消灾灭难 有好处 我们自己在那 能够化解 也就能帮助 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 少灾少难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慈悲言 当年住在这个时期 四十九年讲经教学 从来没有一天间断 我们比不上佛陀 我们今天还能讲四个小时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天是十个小时都不止 这是我们没有法子跟佛陀相比 佛陀佛是我们的典型 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无法 学佛 无论在家出家 要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你看他老人家 万云方向 一尘不染 习心动念 是变法界虚空界的苦难众生 没有一念为自己 成就众生 就真正成就自己 念念为自己作响 是念念害自己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 是六道轮回 第一个因素 你不能放下 那你就是轮回心 你学佛也是轮回一夜 轮回心 学佛嘛 都是轮回一夜 轮回一夜在六道里面 你得的是人天佛宝 出不了六道轮回 我们真想出六道轮回 那就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要学得跟他一样才行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理 放下无欲六成的享受 放下坦诚之满 我们就得度了 最理想的去处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了这么好的道场 修学的场所 阿弥陀佛的智慧 光明 佛宝 祝佛赞叹他 大家尊重他 赞叹他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是赞叹他的智慧 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 他为什么人修的 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中生修的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佛宝 跟阿弥陀佛一样大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佛宝 供养你 加持给你 你的佛宝跟他一样大了 你智慧呢 他老人家天天讲经教训 没有中断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不要吃饭 不要喝水 你也没有大小便利 你说多好 他又不要睡觉 他精神好 永远不需要睡觉 所以你的学习没有中断 我们这吃饭睡觉就中断了 人家一天24个小时 24小时都在学习 我们一天学习 能学习八个钟点就算不错了 还有16个钟点不行 中断了 西方极乐世界学习不中断 不中断你就知道 他学习的进度多快呀 所以到极乐世界 很短的时间 自己就毕业了 就成佛了 就功德圆满了 我们要真的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搞清楚 你能不去吗 这个地球现在快破破烂烂的了 赶紧移民到极乐世界 无量寿金 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详细报告 这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 让你知道的 让你知道那些好处 知道怎么去法 去法很容易呀 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 所以看到别人有好事 欢喜有幸中就非常内容 我们都会是借过的 экспare 作品 你看他的贤人 圣贤人 他做的是圣贤事业 圣贤事业是大公无私 你要障碍他 阻碍他 于他不相干 你没有害到他 人家名文里都不要 你害他什么 你的罪从哪里接呢 他做一桩好事 利液社会 利液大众 你把他障碍到 社会大众得不到利液 你戒罪是跟社会大众戒罪 你跟这个圣贤人戒不了罪 他跟你没有过激 这个要知道 要清楚 圣贤人你是害不了的 你害人家无非是 把人家名文里都断掉 他不要名文里都 你断他什么 你把他害死 他知道身是假的 他不贪生不怕死 你杀了他 没事 你杀他说 他提神了 他往上升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害他 你只有害自己 自己造的这个众业的时候 把自己往地狱里都堕落去了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 你就不会再干这种傻死了 所以害神贤 你是丝毫都没有破坏他 而你自己做了半分之百的罪 你对他一分伤害都没有 他还会感激你 为什么会感激你呢 你要不障碍他 他为众生做很多事业 做事业很辛苦啊 你这些障碍他 他不能做了 他不要 他不要做事 所以他很感谢你 他没有那么累了吧 他不做事情 功德圆满 这什么呢 他不是他不做 他有障碍 他不能做 所以他的功德是圆满的 你没伤害他一点 所以他很感激你 感激你 你堕阿比地狱 你堕无间地狱 堕无间地狱 他还是感恩你 还是为你祈福 你在无间地狱的苦 少受一点 你看那心多慈悲 多善良 我跟大家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 没有一句是假话 所以 这个嫉妒害羡 是最大的罪苦 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 我都不能做 那么第二个呢 贪贴 贪贴就是贪吃 这是人生 很大的毛病 谁不贪吃啊 你去找 找不到一个 哪个不贪吃 那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他不贪吃 他到外面就脱补 脱补什么 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选择 日中一时 一天吃一餐 树下一宿 他不贪睡 他不贪吃 财色明食睡 说财色明还可以断 这个吃睡不容易啊 那这怎么个断法了 佛教给我们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一时行吗 我年轻的时候 跟李炳南老师 学金教 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 我跟他学 他老人家 日中一时 而且几十年了 我向他老人家 请教 他告诉我 他三十多岁 开始学佛 就是日中一时 我跟他那一年 他七十岁 我跟他十年 我在没有跟他之前 好像我学佛六个月 我把晚上这一餐就断掉了 一般人家吃午 我不是吃午 我晚上断掉 是因为太穷了 三餐饭吃不起 所以一天吃两餐 我老是告诉大家 我省下一餐 修一点佛报 就养成习惯了 所以到台中 跟李老师亲近他老人家 他吃一餐 我想我也应该可以 他七十岁 我才三十岁 我跟他那一年 是三十一岁 他老人家七十岁 他已经吃了那么多年了 我说我开始一下 早餐断掉 我终不吃一餐 我吃到第八个月 我才向他老人家报告 我说老师 我现在也吃一餐 吃多久了 八个月了 身体怎么样啊 我身体很正常啊 他皱子一喷 永远这样下去 我说为什么 一生不求人 人道无求品质高 生活简单 容易 我只要一点点就能够活得下去啊 我跟他老人家讨论这个事情 我自己有一点体会 我向他报告 人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那么生机器有耗油的机器 有省油的 你们开车不是有耗油省油的 那这个消耗的是 他消耗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体会 95%消耗在妄念上 妄想多 他消耗量就大 那个妄想少啊 他消耗量就少 很正常啊 消耗量很少 一点点他就够了 他不需要多啊 消耗量多 你给他少了不行啊 他肯定会生病啊 他受不了啊 老师同意我这看法 没错 95%消耗在妄念 所以妄念越少 消耗就越少 经上告诉我们 阿罗汉七天吃一餐 那他消耗就更少了 就是妄念更少了 辟致佛比阿罗汉的功夫甚 辟致佛半个月吃一餐 托佛一次 那我们就知道 佛菩萨不需要饮食 为什么还实现有饮食 那是跟众生在一起 活光同尘 是来表发的 如果佛菩萨实现 都不要吃东西了 我们都不敢请进他了 你是神了 我做不到啊 我没办法跟你学啊 所以他也一样 跟我们吃饭 说明的时候 他跟我是一样的 我可以学到 可以能学到 是这么个意思而已啊 离开台中 在台北 讲经教学 也遇到很多障碍了 最后遇到我们 那么饮食这一方 他就提出条件 他说一定要吃三餐 不吃三餐 万一生病的时候 说我们照顾不周到 他说我们对听众没法子交代 我想了一下没法子 盛情难缺 我就把一餐分作三餐吃 那本来吃一餐 就是普通小碗嘛 三碗饭嘛 分作三餐 一餐吃一碗 就分成三餐 用这个方法 可是最近的时候呢 我又把晚餐断掉了 人家问我 我说我不是 不是这个过无不食 因为科学家跟我报告 将来会有粮食危机 我说我对应对粮食危机 我现在少吃一餐 真正粮食危机爆发 或者恢复日中一世 我们心里要预先有准备 要把它养成习惯 少吃 没有妄想 心里面想的全是阿弥陀佛 每一天所看的 全是无量寿解 那我现在每天讲经四个小时 我读经也是四个小时 没有妄念 过去还参加联合国一些和平会议 我两次在岗山 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 就在这边开的 所以过去六次到日本 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欢喜 也越来越自在 我们现在真正知道 世间低等的好死 就是学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 没有比这个再好了 其他的统统放下了 所以在生活上的需要就更少了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简单了 财色 明师 睡也 无恙都可以减少 我们不能断 前面三个可以断 后面吃根睡的时候减少 尽量把它减少 大臣一当月 令习财罚了 这叫签 财不要吝啬 罚更不可以吝啬 令财得的果报是贫穷果报 令法得的果报是愚痴的果报 所以要施财 要施法 施财得财富法 施法得聪明智慧 我们一般人家求福求慧 你懂得修正样样东西 你付慧也都有了 全心全力去修 不要有丝毫吝啬 有多少是多少 好啊 云云不断而来 真正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这个果报 我学了六十年了 真的不是假的 我这个人没有学佛之前 很可怜的 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 都摇头啊 命里头没有财库 就是你一闻钱都没有 乞丐的命啊 贫贫 贫是没有地位 贫是没有财富 而且还短命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所以学佛之后 我自己对自己很清楚 就把自己的寿命定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就没有了 好好修啊 这一生不行 修来生啊 修来世啊 修佛之后 懂得这么一个道理 老师很慈悲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也是大我 三十九岁 把我看成孙子一代啊 这个老人有经验 我二十六岁学佛了 认识他了 他那一年是六十九岁 他很清楚 叫我弥补 修福 修慧 教我布施 我跟他老人家讲 我说我自己生活非常艰难 自己顾自己都很不容易了 哪有钱去布施呢 老师告诉我 你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行不行 一块钱很勉强 他说 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 要有布施的心 这个念头不要忘记 有这个机会 你就去做 因为那时候 结束 佛法了嘛 就常常逛寺庙 寺庙里头有印金的 有放生的 他们来募款 拿了个单子 多少不拘 那我就写个一毛两毛 有的时候写个一块钱 就这样子做 大概三年 收入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好起来老师就教给我 越多越识 不要留 我做了六十年了 二十六岁 今年八十五岁了 做了六十年了 效果卓著 我从九九年 每一年在财布时 大概每一斤是一千万 这么多年来 你看最近的时候 我买了一百套 四库全书 五百万美金 我又向世界数据买了两百套 四库会要 也是五百万美金 分送给全世界的大学图书馆 你就是 越识越多 我越再劝大家 不要再给钱给我了 为什么呢 不想做事了 你们送钱给我 我还得 用我时间 还得用头脑 想做什么好事 跟你们回下 你不给我 我就不做了 多好啊 无事就太好了 可是偏偏还有人来送 怎么劝也不行 所以我在任何道场 人家捐送给我的红包 全部送给道场 我一分钱都不拉 神事 没有事多好 好事不如无事 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 所以这些道理懂得了 你看 才无事 真的采用不缺乏 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不缺 发布师 我这个布师 统统是学印光 拉法师的 印足师 释放供养 全部做发布师 他那个时候是印金 那现在我们除了印金之外 我们有网络 我们有广地 方法更多了 发布师 发布师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师的健康长寿 对于有苦难的人 生病的人 要照顾他 要帮助他 这三种布师 对这三种佛报 大家都有 你看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我命里头没有 老师教我做 我全得到了 老师没有欺骗我 老师帮助我改造命 45岁那一年 确实还有一场病 一个月自己就好了 因为寿命到了 所以我不看医生 不吃药 为什么呢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命到了时候 你还求医干什么 就念佛求生进度 念了一个月 没死好了 这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 祖师 不骗人 你真正依教奉行 你得到殊胜的果报 你要不相信 不去做 那你就有麻烦 决定不能贪图自立 有这个心不好 特别是佛教 圣贤教会 拿着圣贤照片 拿着佛法菩萨照片 搞自己的明文力量 后头国报都不好 不能干这个死去 不能干这个死去 佛法是清净法了 用染物性去修佛法 得世间的佛法 那世间佛法 有时候 你作物都太多了 你得不到人生 到哪里去享福呢 出生到享福 出生到享福 我们最容易看到的 你看人家养的宠物 那出生的真有佛法 全家人都喜欢他 全家人 人与人之间还要斗争 唯独对这个小动物 是都有爱心 他修佛 得这个佛法 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六道一定要离开 要泄气 这个地方决定不是长距之处 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 来分享这一部大经济 大家真的清楚明白了 你不会怀疑 破密开悟 断意 生性 决定 在这一生 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自己有把握去 机会就不会与错过了 这下面说 但诸于才 于法 不能失学 利人之心 这是谈令 中悔 信仰不接 心信后遗 故约 中悔 这是中途后悔 这种人多 不但现在多 古时候就多 什么原因 似是真相 没搞清楚 就不免怀疑 往往看到 这个学会上 这个人好心 行好死 但是 没有得到好的国报 那个人做坏事 做恶事去 又升官又发财 所以让人家 看到之后 对于 善由善报 卧由卧报 变成坏性 这个现象有没有呢 有 他道理不清楚 为什么做恶事 为什么做恶事 佛家将因果 他将三十因果 他过去是 修的福 修的很大 这一生 他所享受的 是过去的福报 这一生造的我呢 古报没有先前 不是没有报 他的父想尽了 这个罪业报就先前了 唐太宗的福报都大了 那个佛报 那个佛报是过去神灵修 做到帝王 我们知道 至少 摄氏 修 才有那么大的佛报 不没有 没有世事累积的福报 他做不到 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位 因为他年轻 做了皇帝 他知道 这里一个国家 要智慧 要有方法 要有精英 这些东西他都缺乏 但是他很聪明 他就想着说 要跟古人修行 在他那个时代 中国的古籍 从三皇五帝 一直到他前一个朝代随朝 留下来的书籍 有一万多种 可见得中国文化的丰富 他下令给魏珍 成立个小组 替他收集 古代的 从三皇五帝 以来的 两千多年当中 有关于 修身齐家之国 这些文字 他统统要 从这些古籍里面 把它抄出来 三年完成 从一万多部书里头 选出一千多部 然后再从一千部里头 又精选 精挑细选的 选了六十五种 这六十五种书里头 唐太宗所要的 统统把它抄起来 这一部书叫 《群书之药》 读这一部书 就等于说 把中国古籍 有关于修身齐家之国的 就全部都读到了 这一部书 这一部书 对于唐朝的 这个盛世 贡献非常大了 但是这部书 唐完了之后 在中国是传了 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 印刷书没发明 都是首抄本 首抄本我们知道 数量很少 不多 这书到哪里去呢 到日本来了 中国找不到了 一直到嘉庆皇帝登基 日本给这个嘉庆皇帝 送一些礼物 送礼物 里头有这一套书 中国人才在看到 当中没有看到的是 一千年了 从日本再传回去 传回去 我看到的一些 虚文上写的 不超过十套 所以在中国非常稀有 很少人能看到的 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 我也没看过 不过我晓得有这个东西 我是从世界书 就有个小册子 叫《柱子之药》 我看过这部书 这部书从哪里来的呢 是群书之药最后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晓得有这本书 我找了很久 台湾这书以后都不知道 讲经的时候偶尔提到 这么一套东西 就由这听众们 大家很热心 居然替我找到了脸部 寄来给我 很古老的东西了 我一看后头的版权业 民国初年 大概年岁跟我差不多 90年以前的东西 商务运输款 但现在商务运输款 他不知道这个书 我拿到这套东西 我觉得这是感应 祖宗值得了 三宝所感 我拿到这套 这套大概没有人看过 因为书是新的 纸很旧了都黄了 没有人看过 没有翻过的这个痕迹 我交给台湾世界出去 印了一碗套 他本来字很小 我字放大了 印了一碗套 那么现在这套书 我找了一些老师 蔡老师他们这些人 分头 把它注音 注解 翻成白话文 再翻成外国文 就可以帮助全世界了 那么这是唐太宗 对于现代人的贡献 有这么一套书 这套书我这次来 好像也带了几套过来 这个版是日本的版 我们照这个原版翻印的 下面接着呢 狐蝎 狐信 多疑 动物里面 疑心最重的是狐蝎 所以用它来做比喻 称作回忧 忧于不绝悦意 一念海山 海山根 譬如独此 故万善同归皆远 皆信根 二八一次 这个识 非常有道理 我们应当要继续 那要怎样 断移神性呢 就是多读经 多听经 读经听经 能帮助我们 断移神性 能帮助我们 破明与开悟 可是这个的 心确的条件 我们今天缺乏 多少读经 听经的人 还是有疑惑 原因在那里 他没听心绪 他没听懂 这个道理呢 阴光大师讲的最好 他没有沉浸性 心浮沉测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心浮沉测 共高我慢 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瞧不起传统文化 瞧不起 古神 对现前的心部当中 没有父母 没有尊长 这样的人 佛菩萨 他都不会成就 不是佛菩萨 不慈悲 教不了 他不具备 领悟的条件 所以印族说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 万分沉浸 你就得万分利 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 那是万分沉浸 所以他一闻就开悟了 就正在圆满了 我们这些人是沉浸 心不够 所以你没有得到真东西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到一个 真正有沉浸的 这个是四十真相 我这一生当中 能得到这一点成就 刚才跟主委报告了 我的命是个贫贱的命 什么都没有 自己知道 所以 绝不强求 好在呢 就是有一点沉浸心 遇到这三个老师 他肯叫我 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 对老师是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 而且老师教我都非常认真 原因就在这一点 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跟诸位做个报告 不止一次 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好老师 他的心目当中 他的愿望 就是要把他所学的东西传下去 中国古人所说的 不孝友善 无后伟大了 后不是说你的子孙都 不是这个 你子孙当中 有没有能够沉传你的家道 家学 家业的人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不应该 你们的家业只有一代 底下没有人传 所以子孙当中 要真正有能沉传的人 这叫有后 没有沉传的时候 你家就败了 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 为什么 从小不教 我们学佛的人肯定了 人心本善 一切众生 本来成福 我们现在能肯定 为什么他还搞六大轮回 为什么还受这么多苦 没人教他 为什么没人教他 他没有沉浸心 沉浸心 要从小培养 现在哪一个父母 叫儿女沉浸 纵然教他 他也不相信 什么原因 父母没有做到 你叫他沉浸 他看你不沉不浸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古时候 父母做到 小孩看多了 成了习惯 他学会了 那么这是大环境 现在大环境非常不利 就是没有人教 我们学佛 想往生西方基督徒世界 我们首先就要学沉浸 智诚中心 智诚中心 从哪里学起 从校养父母 学起 我们如果不知道 孝尘父母 不知道尊敬 长辈 尊敬 圣贤 那我们这一生就没致亡了 肯定继续不断地搞轮回 在轮回里面很苦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不是小事 不是小问题 大问题 我们应当 把求生西方净土 亲近阿弥陀如来 当作我们这一生 第一个目标 你要真想干 你必须把这个世界 秦直 名利放下 那为什么呢 那是你严重的障碍 你只要在这上不肯放下 这一生的努力 跟阿弥陀佛 结个善言 这一生不能成就 什么时候成就呢 来生后世 再遇到这个缘了 能够放下了 你就能成就 所以 能不能成就 决定在自己 不在别人 永远 这个权 操纵在自己手上 如果 还是迷在 秦直里头 那就晚了 能够真正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你真得自在了 不但自己成就了 你也有能力 帮助你 生生世世的家庭 卷入 但不止这些事啊 你能帮助他们成就啊 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 无量无边了 坚定信心 拔除疑惑 要用真诚 恭敬心 来修佛 你看现在 我们佛门里面讲经 还有这一点理解 现在学校里上课 完全没有了 我们那个时代 老师上课 还有一阵 大家一起行礼 还有一点 现在没有了 尤其在大学 课堂已经不像话了 学生躺在椅子车 两个月放在桌子上 这样来听课 老师摇头不敢讲话 讲话什么 讲话学生揍你 你觉得他不高兴 真大你 有什么方式 方老师当年告诉我 这六十年之前 那个时候还算不错 告诉我现在学校 先生不像学生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老师来上课是为什么 为了拿这个薪水 就过日子 学生来干什么 要文凭的 就欢欢喜喜送他文凭 过去所需 不再搞对立了 能不能学到东西 与自己不相干 不想从前 从前老师正负责任 现在不敢负责 所以这个学会风起 一天不如一天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让我们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求生净土 这个念头顶了 不再有疑惑了 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的 一点都没有错误 现在时间到了 这一堂酷 我们就学到此地 志农遥